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被他爸爸发现以后 打了他三天都下不了床 这能管用吗 这个做父亲也真是的 对孩子还是应该多讲道理 少发脾气 没错 可是你们说 要是一个大小伙子都二十多岁了 动不动的还给家里惹祸 当父亲的该怎么办 老爷 你说的是老陈家的二儿子陈军 对 老陈跟老伴不是有两个儿子 老大叫陈卫民 今年三十岁了 和妻子葛鱼已经分出去单过 可是老二陈军还跟着老两口住在一块 二十五岁了 不但没成家 而且连个女朋友也没有 当天妈的肯定跟着着急 让老陈夫妻俩操心的 可不光是陈军的婚事 为了这个儿子 老两口能瞅到大半夜的 连觉都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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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陈军到着店里来买烟 买酒 十回有八回不给钱 涉账涉了有六七百了 我跟他一说 他还跟我急 介绍对象这事可不是我不管啊 我已经给他介绍好几个了 可人家一听说陈军立马就不愿意了 爸 你得管管他 陈军要这样下去 不定给你捅出多大篓子呢 老陈 那大半夜的你咋起来了 不睡了 陈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不知道又干啥去了 你就甭想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 他要是天亮也不回来 你还在这儿坐一宿啊 你说 这孩子可咋弄啊 黑子 你说这两天我手机咋这么背呢 昨天高组张说那儿弄了几百块钱 跟你们玩了一晚上又输光了 这赌嘛 肯定是有输有赢啊 那昨天输了 今天说不定能翻本呢 是吧 别翻了 我请你喝酒去 走走走走 哎 外民 你看 那不是你弟弟陈军吗 他又跟那黑子在一块呢 哎 陈军 啥事啊 哎 过过过过来 那村里都知道 那黑子不是啥好人 老跟他在一块儿想啥啊 找我就这事啊 你说你 老这么混也不干点正经事 都多大了 二十五了吧 知道你还问我 陈军 你也不小了 该成个家了 说得容易 说得容易 老大 你当时帮我找一个 就像你现在这样 谁愿意跟你啊 哥 你今天是不是闲着没事啊 你要是没事 你该干嘛干嘛去 你又管不了 替我抄啥些 一天到晚唠唠叨叨 你不回家了 陈军 走吧 他能听你的吗 走走走走 爸 妈 你爸刚出去 一会儿就回来 妈 这给云包饺子 回向下来 知道你们愿意吃这口 端一碗来 爸 给您端碗饺子 先搁这儿吧 老陈 我让你买那盐呢 气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我还哪有心思买什么盐呢 咋了 咋了 咱们那个老二啊 又给咱们惹祸了 老陈啊 你看我们家小松 成什么样了 哎哟 你这是咋搞的呀 还不是你们家陈军打的 这啥时候的事啊 陈叔 就 就昨天下午 我去了趟镇里头 回来的时候 碰上陈军了 哎 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咋了 你低头子不认得你呢 啊 干 干啥呀 带下来吧 姚哥 我 我哪有钱啊 别装了啊 吃完中午饭 我就见着你 拉了几头猪猪咱走了 全卖完了吧 跟你说啊 我们在这等了你半天了 那 那钱 我还得给我妈呢 贤姐我试试啊 拿出来 我有急用 那可不行 怎么着啊 你给不给啊 不给 哎臭小子 我去 你 你咋还打人呢 妈你怎么着了 啊 哎哎 快 快 快 啊 抢到哪儿了 干嘛 你还想抢啊 你怎么着了 别 你这么着 啊 你收拾 快老师 老师 老师 你不能拿走 老师 这钱我先花着啊 啥时候想一件 啥时候还你 铁子 走 走 老陈啊 你看我们公儿寡母的 养头老母猪下几个子 画俩钱画也不容易 你们家传君在村里动不动就欺负人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是他爸 你要是管不了 我也豁出去了 我就只能找派所去了 小松啊 他抢了你多少钱呢 七百 我卖猪的钱 都让他抢走了 啥 他抢了人的钱 还打人 妈 妈 喂 喂 你 你这咋了 我有点头晕 葛月 赶紧把妈家煎了药囊 哎 哎 你不听说这老二啊 怎这么不让人生气呀 妈 兴许晨君 他成了家 有人管着点 就好了 那也得管得了他呀 你说 这村里人谁不知道他呀 有谁愿意把自己闺避 嫁给他呀 哎 来来来来 陈娟 你哥爱说啥说啥 你别理他啊 喝 我哥就是个老实人 咱家种那地儿 挣不了几个钱 撑不着也饿不死 可能那样活里有啥意思啊 嗨 这年头啊老实人吃亏 要我说 只要能弄到钱 活一天算一天 想干啥干啥 对呀 来来来来 喝喝 哎 陈娟 要不今儿晚上咱们接着玩 不没钱了 嗨 你又不能回家找你爸妈要点 他们也没钱 他们也没钱 我就见过一个六千块的存值 六千块钱 哎呦 你爸妈可是咱们村里出了名能省着花的人 咱可能只有六千块钱 肯定不是这么点钱 没准还有别的存折呢 说不定是怕你在家里翻出来 他根本就没放在家里 行识都放在你哥那儿了 老二 你找什么呢 你家里存折放哪儿了 你找存折干嘛呀 我用 自个儿不是有钱吗 想张耀松的那个钱 这么快就花完了 哎 你咋知道的 他找你哥装了 自个儿干的好事 瞒得了谁啊 这小子 爸 春泽呢 赶紧给我 春泽啊 那上面的钱都是我跟你妈欣欣顾顾攒的 不能给你 赶紧给我我有急用 你是不是把我翻出来 你朝身上了 哎 去去去去 干什么你 你还想抢我呀 陈军 我们知道你拿钱 就是想去赌 这不是正事 你就别瞎折腾了 怎么着 你们有钱不给我给谁啊 给谁也不给你 我告诉你们啊 再不把春泽给我 别过我大半夜的 把你们家我哥那儿去 赶紧给我 要不要这个得起了啊 你们信不信 我把你们屋翻了几朝前 哎 你 行了老陈 别理他 别理他 陈军 给你 咱们家就存这点钱 让你被关门拉倒 咱家不关于这六千块钱吧 是不是还有别的钱 你们放我哥那儿了 妈 我告诉你们啊 我不管他们家有多少钱 这钱不能帮给我哥 得我留一半 正在播出 你们说有陈军这么个儿子 老陈的老陈能不生气 能不发愁吗 虽然呢老陈夫妻俩都被呢 陈军给气坏了 可是陈军呢 根本就不管父母的感受 不到一个星期啊 这六千块钱 就被陈军呢 给输光了 哎 老爷 陈军可一直就怀疑 他爸妈把钱 放在了他哥哥嫂子家了 他这手头一没了钱 还不得去找他哥 陈军呢 是去找他哥了 不过他去的时候啊 他哥陈卫明啊 不在家 等到下午 陈卫明从镇上 回到村里的时候 才知道 弟弟陈军 又闯下一场大祸 张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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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怕您不在家呢 张婶 我弟弟陈军 从小生手里 抢了七百块钱呢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我爸让我先替他还给您 妹妹 你还没回家了吧 没呢 这不先给您送钱来了吗 你还不敢回家瞅瞅去 咋啦 我中午吃完饭闲得没事 到你们家去找葛云 就想问问 去年你们家 种的玉米是啥品种 种子是从哪儿买的 结果 我刚一进院 葛云 葛云在吗 陈军 你咋在这儿啊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多事 哎 对了 你和你儿子 都和爸说啥了 我不就说你是儿子手里 借点钱吗 我告诉你啊 再和你儿子去我爸那儿胡咧咧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进门一看 你们家媳妇正在哭呢 那枕头啥的都掉地上了 我问他话他也不说 我没看多问就回来了 葛云 这咋啦 别哭了 到底出啥事了 你倒是说话呀 葛云 你可回来了 你不在家的时候 陈军 陈军他来了 哥 哥 陈军吧 你哥不在家 嫂子 我哥去哪儿了 去这里了 他既然不在家 问你也成 有事啊 我爸我妈 总共问你家放了多少钱啊 你爸你妈啥时候 把钱放我们家了 你爸你妈啥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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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没有 没有 生气啦 我就是吃一口不问 没有就拉倒呗 嫂子 您用的啥洗发水 咋这么香呢 行了别在这儿贫了 你哥也不在家 等他回来 我让他找你去 别啊 嫂子 你这不是哄我吗 你不是老催我成家吗 你倒是帮我找一个呀 要我帮你找一个也成 你没把你这身毛病 都给改了 成啊 往后我啥都听嫂子的 可有一样 我要是嫂啊 就当嫂子这样的 你干嘛呀 你做啥呀嫂子 你怎么说啥呀 有话说话 别动手动脚了 其实 我真像我哥 你干嘛是我嫂子呀 要是我媳妇多好 你别胡拉 我可啥人了 你啥 来人哪 来人哪 你啥吧 小云 小云在哪 要不是张婶赶来了 还指不定 指不定出什么事呢 我找她救我 妹妹你不能去 咱爸咱妈都这么大年纪了 妈又有高血压的病 怕生气 而且这事 这事要是传出去 再以后在村里 咱还有脸见人呢 我怎么他人这么个弟弟我 跟你说 这事 就这么人了 都吃着了 咋还不等我啊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这些日子都干啥去了 怎么今天想起来 回家来吃饭来了 又输得流光干净了吧 是啊 没钱呢 大伯儿回来干啥 你 我咋啦 要我说你们就是闲子老婆 带着操心 干啥怎么都干啥 陈娟 你要不是陈家人 我们才懒得管你呢 可你是我们儿子呀 你说 天底下哪个父母 不盼着自己儿女 闹个好啊 你们要真的我好 就多我的钱 说别的都没用 我算是看出来了 早晚呢 我跟你妈 都得让你给气死 谁早晚不得死啊 你们俩都奔六十了 还想活多少年啊 你说你们当爸妈的 也不知道多给孩子我 咋那家业 还好意思再有这儿 说着说着 狼人呢 狼人呢 快快快快 好吧 快快快快 梁昧 正帝 Twitch 你 哦 滤 还是 你 劳雅 saw 你想 他要是还来那可咋办呢 你也不能天天啥也不干 就在家守着吧 我想清楚了 咱惹不起 总躲得起吧 妈 爸 陈娟呢 你提他干嘛呀 刚吃完早饭这不又走了吗 爸 妈 今儿我和狗云过来想跟你们说 我们想去外地打工 这在家好好的 上外地打啥工啊 是啊 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 找个能挣钱的活也不容易 在家不是挺好的吗 不走不行 不走 我怕出事 出事 能出啥事啊 妈 您就别问了 你这叫啥话呀 你这叫啥话呀 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 卓儿和陈娟去我们家了 他问你们有没有把钱放我们那儿 那 你没跟他说实话吧 我没在家 就葛云一样是在 就葛云一样是在 葛云哪 我们老两口 那两万块钱的存值 一直在你那儿放着 你没告诉他吧 咋了 那他知道了 他想是一样吗 可人 严格云 他就这么确定了 他还是 Mansuro 给你练 God 他还在这儿 他怎么着 你啦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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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我 小子老不应该跟妈说这一声 爸 你妈上院呢 正在播出 陈老太太被送到医院以后 经过检查 她是突发性的脑溢血 脑溢血可有生命危险 老爷 陈老太太不会就这么被陈军给气死了吧 幸亏出血量不大 而且抢救及时 经过一个月的出院治疗后 陈老太太出院了 可是她回家以后听到了一些话 又把老太太的心呢 给揪了起来 妈 这往后 不管我弟弟在干出啥事的 你可别再往心里去 还不是那会儿 一口气上不来死了算了 要住这一个月院 拖累你们不说 还把我和你爸 偷这儿放在你那儿攒的那点钱 都花没了 老爸 别这么说呀 那钱没了就没了吧 真要连命都没了 那要钱还有啥用啊 是 妈 你就放心吧 这往后你们有用钱的地方 就跟我说 啊 微眠 还是你懂事 你弟他要是有你一半啊 我和你爸也就知足了 对了 对了 他一直没见他呀 他不能又惹了什么事吧 事倒是没惹 可他 他又咋了 您住院的时候没敢跟您说 怕您生气 半个月前 他又跟人赌博 让派手给抓起来了 等在居留所待十五天呢 算成日子 等明儿才能放出来 他又赌去了 他不是没钱了吗 他又偷了那头小牛给卖了 还是为民赶紧赔着你两千块钱 算是把这事给压些了 哎哟 这个孩子呀 真是管不了了 这回从派所出来 兴许能改一点 我看够呛 那他要是不改呢 我说卫民 这陈君他明天就回来了 咱妈也出院了 我想 咱还是走吧 你说 咱要是真出去打工 那我爸我妈谁照过 要不咱先别急 再看两天 这十几天可不好整惨了啊 这十几天在里边 你就没明白点啥 竟然东都找个谈话 我都不爱听 那你就打算这样混下去了 你们少管他事行不行啊 可你也不能总这样啊 你还嫌给家惹的事少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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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当没我这儿子 我也没办没办 不就完了吗 哎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钱 放到我哥那儿啊 你怎么就认到钱呢 陈君 你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不改 你别说我跟你妈 可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你还认不认 我们以为这回你出来啊 能改得好一点了呢 想不到啊 你还是这个德行 那警察就不该把你给放出来 爸 我怎么了 我不就是没帮你干活 爱打打牌 至于吧你 这些年你干的坏事还少啊 在这个村里头 你把我这个老脸都给我丢尽了 可这村的男女老少 有一个不恨你这没有 你说说 那小麦店里头你赶紧钱不还 抢了些孩子钱 你还把人给打了 偷了人的牛 你还给卖了 还有 还有你对你嫂子 嫂子 我说咋了 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啊 你说 那天那娶你大哥家 就你嫂子一路日在家 你都干什么了 最后不懂事还没干成嘛 再说了 你嫂子和小公 任务任务就行了 混账东西 你出的那还真人话吗 啊 你敢打我 还散了你了呢 这 这 打我是吧 你 打我是吧 你 你敢 你 你敢 你敢 你怎么跟你爸走上了你 傻子 我告诉你们啊 我可不管你们是谁 别把我惹劲了 要不然 我什么就给逮了 喂 喂 啊啊啊啊 我这里过去啊 谁啊 我爸 说找我有急事 让我过一下 我去了啊 爸 妈 我弟弟回来了 回来了 他又惹你们生气了 你是不知道 一边吃着一边喝着酒 最后还跟你爸斗了声 打我是吧 打我是吧 你 你敢 你 谁啊 你怎么跟你爸走上了你 傻子 我告诉你们啊 我可不管你们是谁 别摸着鸡了 要不然 我先把你们给宰了 你 但是我们去看 老陈 还把你带我出去 你们两个人 你带你去看哪儿 你带你去看哪儿 你带我去看哪儿 是个祸害啊 那 那你打算 就这么着吧 爸 那你把它咋了 你自己看去吧 爸 爸 你该出来了大祸了 他那会儿喝多了 我想着 我一个人也能对付得了他 我一个人也能对付得了 我一个人也能对付得的 感觉 你 Ley我接开 但是我都没用 而且我会说 我不想见他 干什么 解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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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咋办啊 我想好过 那是我亲儿子 是死 是活 我说了算 你爸说你干啥去了 咋天黑了才回来呀 你倒是说话呀 我陪爸去冠军 上那儿干啥了 我爸去自首 他把我弟子收拾了 啊 这 这 姑娘 再往后 快得把我妈照顾好 你说 这是 我弄成这样 你说 我弄成这样 你说 我要是陈卫明啊 我也想不明白 事情啊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老爷 老陈去自首恐怕就回不来了吧 老陈自首以后被关进了拘留所 他们村里的人知道老陈的事情以后啊 都认为老陈这是大义灭心 为民除害 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村民们呢 还联名写信要求不追究老陈的刑事责任 不追究 哎 这怎么可能呢 老爷 这个案子杜老师怎么看的 关于老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咱们呢 来听一下杜老师的意见 本案中老陈的儿子陈军确实做了很多坏事 比如说 他多次拿小卖部的东西不给钱 他经常参与赌博 还有呢 他拦路抢劫了张晓松卖猪仔的钱 他还打骂父母 甚至企图强奸他自己的嫂子 应该说陈军确实应该受到惩罚 于是我们看到陈军的父亲老陈站了出来 亲手把儿子处死了 而且不少村民也认为呢 老陈的这个做法是大义灭亲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平常所说的大义灭亲 在法律上并不是都能得到允许的 法律所允许的大义灭亲通常包括 比如说发现你的亲属有违法犯罪行为 你向司法机关举报 或者呢把犯罪的亲属呢 扭送到司法机关 但是绝不包括动用私刑 结束他人的生命 因为我国法律规定 顾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 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人私自进行惩处 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利将有罪的人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予以定罪和处罚 就本案而言 陈军呢虽然有罪 但他的父亲老陈也不能认为说 儿子是我生的 所以他的生死呢由我说了算 更不能私自将他处死 因此老陈呢在陈军醉酒以后 故意将他打死的行为 仍然触犯了刑罚 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应当承担行事责任 不过在量刑方面呢 应当考虑到老陈的行为啊 确实是出于义愤 因此呢主观恶性比较小 对社会的危害也比较轻 我认为应该按照 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来处罚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 应当在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来量刑 看样子啊老陈肯定得顿监狱了 嗯 老陈作为一个父亲 不管自己的儿子做了多少坏事 他最后的这个选择呀 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可你们说 如果家里有陈君这样一个儿子 说他他不听 打呢又打不了 那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啊 还是得讲道理 比如呢 劝他远离黑子那样的人 帮他呢找点正经的事干 可要是不管你怎么说 他就是不听呢 哎 那还可以啊去找村委会 让村干部和人民调解员帮着做工作 要是还不管用呢 那应该啊去找当地的派出所 用更严厉的手段对他进行教育 如果呢已经涉嫌犯罪 而且呢屡教不改 那么受害人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陈君的父母呢也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呢 对儿子陈君呢疼处 这才是真正的大义灭心 才有可能呢让陈君呢回到正路上来 重新做人 老陈要是能早点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 不光是老陈所有的人呢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要求助于法律 千万不要啊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好了这话题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解读法律解剖人生 感谢大家呢收看本期的法制编辑部 我们下周同意时间再见 下期节目预告 明明是喜事 可当没人的却心里没底 光老董一个人乐意也不行 你不知道孟雪阳他乐不乐意 半学校租房子偏偏就差五万元钱 老董这五万块钱在我这拿吧 两头说好话 为什么还要立想自聚 这个家我做主 我要不同意的事绝对不算数 红线签出的官司 敬请关注4月12日晚21点17分 法制编辑部